8月7日消息,根据每日体育报报道,在新赛季开始前,巴萨新员比达尔于昨日完成了首次球队训练,也受到了队长梅西和众多队友的热烈欢迎。 当地时间周一比达尔正式亮相巴萨,他也完成了在诺坎普的首次亮相,成为红蓝军团的一份子,同时出现在诺坎普球场的还有比达尔的八岁儿子阿隆索,父子俩还玩起了颠球,小家伙的听球技术非常到位。 当天下午,比达尔来到甘博体育城与新队友们见面,他受到了热烈欢迎,智力求星通过了传统的欢迎通道。 队友们列队欢迎,比达尔迅速从中间穿过,队友们拍打他的背部,比达尔护住了头。 比达尔开心地笑了,不知何故,已经并非新人的库蒂尼奥紧随其后,也被破钻了欢迎通道。 随后,梅西带领大家开始严肃认真的训练。 比达尔和梅西穿上同样的红色背心,突破皮克的防守。 防守灯背来,和梅西一起玩溜猴。 主教练巴尔维德,与他进行了简短的交谈,训练结束之后,梅西还与比达尔亲切地交流。 苏亚雷斯在旁边听着,这就是巴萨的南美三节,此前世界杯比达尔曾嘲讽梅西,我不怕梅西,你最好问问梅西他是否怕我。 在所有决赛中,我都赢了他,看样子,已经是一家人了,梅西早就抛猪脑后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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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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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